清静在源头,简约好生活 纸容器、塑胶袋、宝特瓶 这三样产品和现代人的生活密不可分 要完全舍弃不用,难度非常高 而提倡环保回收 似乎让大家能用的比较心安理得 但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分类与清洁不确实 再加上回收成本过高 几乎没有回收业者愿意处理 因此台湾每年有56亿个纸容器 无法进入回收系统 只好丢进焚化炉 如果我们愿意一起努力 就可以让它们改头换面 回收而来的纸容器必须先充分清洗 经过水力散浆机 将纸浆与塑胶膜、铝箔等其他材料分离 再经过去污、脱墨、清洗等步骤 这样所取出的纸浆 才能作为再生纸的原料 纸杯看起来是纸 其实它有一个塑胶膜 那纸工厂它是把纸拿去回收 那塑胶它不要 它一天差不多有200吨的塑胶垃圾 那这个好好来利用 其实是可以好好保护我们的环境 爱护我们的环境 处处可见的纸容器用过几丢 甚至没有人关心这些容器最后的去处 而方便的背后必须付出这么高的代价 才能让它延续雾名 不论是减少废弃物或是资源再利用 落实环保最好的方法 使人人能够力行、简约生活 让环境更好 也让自己更好 亲近在源头 简约好生活